此时我们不得不决议撤销 李前主席中国国民党的当局 考纪委员会搜集简报录音带 还有印有李登辉图像的书包便当盒 所有证悟证明前主席李登辉的言行 已经对国民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我过去八十五岁 我是要抬头了 我是在你嘛 就是这段谈话让国民党决定动作 扣掉请假和出国人数 13位考纪委员一致决议撤销而不是开除 这样的量刑标准是为了尊重 但台联不以为然 今天在开除或是撤销党籍都是一样 开除李登辉总统 可以开除台湾 这是国民党创党百余年来 首度对前任主席挥下党籍大刀 尽管一周前寄出肯劝信 但形势难以挽回 没有李登辉的国民党 未来的路会不会更稳健还要观察 但无论陈楚的程度如何 双方的关系从今天起划下休止符 虽然从昨天晚上开始 台北市政府已经展开了垃圾的一清专案 不过一整夜下来 市民似乎感受到成效并不大 令人担心的是 在天气方面时晴时雨 更是加重了卫生的安全问题 一夜下来 怪手是一产一产的挖卡车 是一辆一辆的在 看起来效率十足 不过到了白天 街头垃圾还是堆得像晒一样高 而民众也只有不停的抱怨 讲出要做要做要做 做到哪一天还是在做 尽管到了白天 晴云工作持续进行 不过太阳一晒二臭难温 更糟的是雨总是下下停停 这里是东湖的安康街 现在这里满满一条街都是垃圾 还来不及清云完毕 大雨又来了 居民担心的不只是淹水的问题 还包括卫生的问题 越来越怀热 就是说一些吃不完的冰箱 掏出来都在那边 时间一久可能会产生一种 臭臭的还有细菌的那种 影响身体健康的感觉 垃圾清不完 台北人很无奈 有人是视而不见 有人干脆借酒浇愁 我们这里喝酒会说很吵 对啊 不要想到别人了 已经四天了 从生气到无奈 不过时间久了 台北人似乎也变得很任命 而用垃圾建构起来的堤防 安全吗 有民众提供露营带 那么发现台北木栅的野稀党土墙 根本就是用垃圾的废土所填充的 那么民意代表也质疑 这样子的墙对于大水 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 而台北市政府当时会验收 显然有人谋不脏 这里是木栅万寿路身上的 西沟党土墙防汛工程的现场 你可以看到一场豪雨冲刷之后 现场所呈现出来的 都是一些工程废弃土 不是民众乱丢 垃圾废土确实是党土墙材料 上个月初 民众拍摄到野稀党土墙工程现场 一辆辆卡车将垃圾废土往西边道 用它们来盖堤防 上个月底工程才刚验收 而那里台风一吹 党土墙毁坏 垃圾冲到河里 立委张庆芳说 脱风减料比不盖地方还糟糕 人谋不脏 官商勾结 木栅路军民也有着怀疑 因为就在家门前 建商居然用松软的泥沙 大竹起一层楼高的地基 结果台风一来 党土墙垮了 坚实露面也处处隆起 民众被迫撤离家园 直脚的直立的这样的党土墙 都危险 这个土压下来的力量有多大 天灾避不了 人祸可以防 当地民众求的不多 只求害木栅动物园的动物 有相同待遇 在强风好雨来袭时 也能有一个安全坚固的避风港 空军嘉义海鸥直升机 在今天前往 已经受困好几天的 嘉义山区来空投物资 而沿途所见 包括了巴掌溪 仍然满是泥沙 那么山区有多处的摊方 道路更是柔藏寸断 空军嘉义海鸥直升机 满载空投物资 沿着巴掌溪往上游的山区飞行 沿途所见的巴掌溪 满是滚滚泥沙 至于帆路湘山区多处土石摊方 山区道路是柔长寸断 至于山区大量栽种的檳榔树 造成水土保持不容易 可以说是造成土石流失的元凶 而全亚洲最大的增稳水库 也硬在眼帘 可以看见水库 也已经到达了满水位程度 当直升机抵达草山村上空时 山蜜们是热烈的挥手欢迎 这时直升机上的空军官兵 立即把救援的物资空投到地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